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确的笔顺的写法 我们再来看一看最后的这个一竖一横 这个竖折怎么过来的 有的书法家写的时候就是直接下来 然后这样横过来 这么写的 硬性的一个竖笔到一个横折 是这样过来 有的书法家写的时候呢 是这一个竖笔过来之后到这儿 自然地拐过来的 它没有在这儿再顿笔 再错 它直接写下来就这样拐过来 那么有的书法家呢 是写这一笔的时候 写完这一竖笔下来 然后在这儿 稍稍给一点逆错 再过来 这么三种写法 也有的呢 就是到这笔下来 稍稍轻一点 拐过时候也轻一点 出现这两边重 这一块轻 转折要轻 这么集中写法 我再写慢一点 大家看 我用的呢 就是说直接竖笔下来 到横转折时候 让它一个自然的一个转折 不太特意的 加上这种逆错这种方法 先写一横 就写里边三个口 上面口大一点 下面两口小一点 一竖笔下来 是这样过来的 所以在结构上看呢 能看得到 这中间呢 有几个相等 或者是 有一个距离上的要求 那就是这个 这应该是基本相等的 在数式上看的也是这样 这基本是相等的 是相等的 所以这样一要求呢 有一朋友感觉 哎呀 这么麻烦呢 写熟了之后 自然而然就这样 用不着去细想 如果你写楷书 写传书 写立书 你没有点化和这个结构 兼具等 这些要求的话 你写出字来就无法规范 再看一遍 先写一横 写这几口是要轻盈 是这样 这个趋字啊 放在姓上 就是姓名这个姓子 放在姓上 还应该读欧 看到这人 姓趋的时候 要注意 这个字一般的读欧 但是呢 也有说被约定俗成 使得这个本人也没有办法 你说 本来他就姓区 姓欧 大家都能喊 见面叫老趋 小趋 这么喊 他最后也没办法 也就被默认了 那是另外一个事情 还有姓这个 这个 这个仇 实际上放在姓里 应该念求 但是呢 大家都见面喊 小仇 老趋 老仇 那么喊 喊的没有办法 自己也就默认了 实际上是求字 这个趋字呢 也有这么两度 注意这三个口的写法 不要硬性的写 应该是很温和的 在这上呢 不要表现力度 注意这几个地方 都是虚笔 合在一起写 都要虚笔 注意 左一竖 这好像是实笔 虚笔 拐过来 又虚笔 这样这个字 显得非常轻盈 活泼可爱 如果在这里边写 你也写成这样 都是硬性的 这样 这么六个棍子 加在一块 那么这个字 显得就生硬 所以注意写的时候 要由这个结构 点了画 笔顺 这几方面的保证 这是曲字的 楷书写法 看看它的兴术写法 这是一个基本写法 兴术的时候 不再强调楷书的笔顺 有时候是一致的 有时候是不一样 我们说这样写 应该属于半包围 这是这现代的称为 这半包围 那么这样写 也叫半包围 区别呢 就是说 左式的半包围 右式的半包围 还有这样的 也叫半包围 但是呢 这属于上盖下的 由下边 开始上边的 比如说山啊等等 比如说这个这个幽 比如说这是这个这个港字 比如这边是那个 或者是这个 我们唱写雪花的雪的下边 这个部分 这就是所谓的区啊 等等这些字 但是这当中需要注意的是 左式的这个半包围 有几个内容不同 有的就是先写这个横 在楷书当中啊 然后写里边的 比如说这个曲字啊 这就是一种写法 还有的那个 这个比如说将 这都是先写面横写里边 最后写一竖写一横 是这样 但是呢 像巨大的巨 这样的字 就应该想这个横写 写这一笔 然后写这个 最后再写这个 这个笔顺是不一致的 注意都是左包围 或者是半包围 笔顺也不相同 要注意到 我们讲的这些东西 是按照书法而来的 而不是按照现在的教科书 或者小学中学的教科书 那种笔顺过来的 因为那些笔顺 多数都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正确的笔顺 告诉给大家 那么到兴术阶段的时候 写这个曲字 这样写可以不可以 可以 但是呢 也同样可以这样写 就宽泛了 所以到兴术阶段 左边一竖和一横 时常交替使用 怎么用都可以 还有时候就是这样写 写完之后 直接写三个口 这样写 很多 所以这个兴术的这个曲字 有很多种 还有这样写 还有呢 就是这样写 拐下来之后 写完一点之后 直接下面写一个 像 像个 像什么呢 又说它像两个口吧 它简略了一竖 说它一口吧 中间又打了一格段 这样写的话 也经常见到 这样写 所以到兴术阶段 是最复杂 它写法最多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字的草述写法 就这么简单 关键是把里边的 这三个口 点为三个点 简略在这 一横 一二三 这样写回来 这个字呢 在慢写的时候 这个弯要拐清楚了 一横 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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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清楚了 到快写的时候 有的书法家写得很草率 就不容易识别 这是个曲字 一横 点儿 点儿 就这样 一态二过 还有比这个更草率的 一二三 然后下面就直接写个字 或者是直接这样下来 也要得再写 挑一下 但是大家知道 遇到这三个点 一个框的时候 这是曲字的一个草述写法 注意看 这样 好的 我们把这三种书体的曲字 再向大家介绍一下 写慢一点 大家看 先看一看凯书写法 看新书写法 再看一下这星书的写法 看草述写法 好的 今天关于曲字的凯星草 三种书体的介绍 就暂时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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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